欢迎收看MoneyDJ财经新闻 我是金玉珊 伴随着全球制造业景气回升 以及工业4.0趋势带动 工具机产业迎来新一波的成长动能 而今天所要介绍的工具机厂亚威 股票代号1530 它是工具机大厂成泰集团旗下的获利小金机 亚威成立于1986年 一开始的经营团队 来自工研院机械所 创业初始就瞄准门槛高的龙门机发展 也为亚威赢得了龙门世家的美名 不过亚威虽然技术坚强 产品行销却相对的比较弱 之后又碰上亚洲金融风暴 创投股东集体出走 一度风雨飘摇 幸好陈泰董事长杨德华 2002年接手经营 持续强化产品线 并且扩大两岸生产规模与行销通路 也让亚威重启成长动能 亚威产品规格达300多种 产品一路从龙门机 延伸到了立式 卧室加工中心机 大型机与五轴机等等 种类之齐全是业界少见的 如果以形状来区别 大致可以分成龙门机与C型机 龙门机的命名 是来自于两根立柱 以及上方横梁所形成的 一个摸字构造 由于结构比较强 适合用于高刚性 重切削的大型加工 而亚威更拥有 国内最大龙门机制造能力 而C型机是一根立柱 直接连接主轴 从侧面看起来 好像C字型 C型机通常体积比较小 适合用在大量生产 亚威由于生产据点横跨两岸 加上行销片及全球40多国 各地区的营收比重 也相对的分散 而在产品应用方面 仍然以7机车相关的产业巨大中 不过近年来 随着自动化、半导体、光电设备 以及模具等需求的提升 精密零件加工应用比重 也跟着提升 另外像是航钛 以及太阳能、风电等等的 新能源应用 也是近年的发展重点 亚威的核心竞争力 其实来自于强大的研发、设计 以及制造技术 以大型龙门机为例 结构上面有一道长长的衡量 而亚威透过独家的专利技术 可以让长跨距的衡量不变形 维持结构稳定性 另外像是需要高度 机电整合技术的五轴加工机台 亚威大中小型机台规格 也已经备齐 而为了更贴合各种产业的应用 以及加工情境 亚威还开发出各种附加头 让产品能够达到高度的客制化 目前亚威有一半的研发人力 从事新机型的开发 另外一半则是专注在各种客制化的应用 值得一提的是 亚威也拥有相当优秀的手工铲花团队 工具机由许多的金属部件组装而成 而所谓的铲花 是透过细腻的铲跟销的动作 让每个金属贴合面更为平均 透过精密的铲花工艺 在同样规格的机台 亚威可以做到比同业更高的精度 以及稳定度 随着金属机械加工技术 持续的延进 工具机除了追求更高的精度 与稳定性之外 复合化以及自动化的趋势 也持续发展 而面对工业4.0时代 机台设备还将做到可模拟 预测以及监控生产过程 而这也是亚威未来研发的努力方向 亚威因应业务成长需求 两岸都将会有新厂开出 大铺美厂将以量产型的机台为主 瞄准与韩国、意大利共同竞逐的中阶产品市场 至于无疆二企厂 则耕耘大陆广大的内销需求 亚威因市场布局广泛 生产横跨两岸 加上集团资源共享 营运表现相对的稳健 去年全球工具机需求不佳 但是亚威营收下滑的幅度有限 而今年随着全球景气的绘温 亚威今年营收动能也跟着转强 后续随着台币升值影响淡化 获利将渴望提升 以上就是今天的财经新闻 感谢您的收看